各位youtuber朋友大家好啊 今天没什么事啊 嗯 跟大家那个聊一下的 剑腰 剑腰当中的剑斩 啊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东西 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剑斩 呃由于这个宋代豆茶的兴起 所以说呢 剑斩在宋代这个时期啊 在南北宋时期啊 一直受这个当时啊 宫廷里的这个皇家的喜欢啊 民间的也非常喜欢啊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 等次呢 是非常高的啊 一直到这个我们接近五六十年代啊 左右 建过以后吧 这个剑斩的这些工艺才被重新找回来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可以算得上是 剑斩这个复工之后啊 又通过创新啊重新烧制的啊 这种 供应品啊 大概是这样的 嗯 剑斩这个东西的新老呢 是非常难区分的啊 为什么说加了一个男子呢啊 我说呢是相对和其他的品类的瓷器来说啊 为什么呢 无论从他的胎啊 这是一个底下控有呃 客有这个 公寓啊 这么一个 剑斩啊 无论是通过他的胎啊 还是通过他的右手啊 剑斩呢 到今天为止他都有啊 他不像其他的呃 瓷器 嗯 无论是某些青瓷啊 还是五大五大窑口的瓷器啊 啊 他过了他那个时期之后呢 他很多比如说他的态度啊 就不存在了啊 他的配方就改变了 我们也找不到了啊 包括他的这个右手啊 现在就是变成了这个呃 换血染料了啊等等啊 或者是呃他在这个配方上有所改变啊 而这个剑咬啊 被我们重新找到了他的这个烧制工艺的时候啊 之后呢 就是很难识别 因为他的胎和他的这个右手到今天为止还都依然有啊 所以说就非常的识别啊 大概是这样的啊 啊 我手里拿的呢 啊这 啊 这一个是我喝茶的这么一个小剑斩啊 我为什么还拿着喝茶呢 这是一个新东西啊 这是一个新东西啊 我为什么拿他喝茶呢 因为老的我用不起啊 呃 这个口眼这个部分啊 换了一个口啊 我就拿他喝茶 因为房子人还搞窜了 这个茶杯呢 别人也不愿意用 所以说我自己用他啊 大家看哈 这是一个打三十分四十分左右的这么一个 算得上是一个方品吧 算得上是一个方品 而接下来我们看哈 看这只这只呃也是可以打六七十分的这么一个方品 建权 大家看上去的黑乎乎的啊都是差不多的啊 就是很难无法分清啊 这个东西的新与老啊 我们看到这个呃 这个标本啊 他也是建展的这么这是一个真的这个建展的一个带底的这么一个标本啊 看这是一个新的啊 大家很难区分出来他这个东西的新老啊 而且这个呢 你看还是亮晶晶的很亮 好像光的路呢 不照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贼光不照这个 刺啊 是不是啊 哎 因为他是摇纸货呀 啊 这摇纸货 这就是很多啊 呃 北方的一些行业啊 分不清这个新啊分不清 看看摇纸货的时候呢 比较难的这么 呃 一种情况啊 一点 我们看一下 好 今天教大家一个小诀窍啊 为什么呃 在很多作品当中不愿意说叫大家诀窍啊 我怕会误导大家 当这个诀窍 什么叫诀窍呢 就是你能用一招能识别东西的新老的 这种这种吧 我们称之为诀窍 但是当这个诀窍一旦 流入到市场当中 就会有啊 就会有这个呃 仿制的行家啊 针对你这个诀窍啊 去做方方法了 去放去做仿照片了 啊 这个不到我说的意思 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能不能仿制出来呢 呃 应该也是可以的 应该可以 但是肯定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先说一下呢 这个新烧的 它是用电烧气烧的 我们可以理解成 这个是用高压锅做出来的 就像做饭一样 快速的 这个是慢火炖出来的 这个是呢 用高压锅 快速做出来的 这就是柴窍和 呃 气窍或者电窍的区别 就在于此 呃 我先说一下新的这么一个建展 或者是防骨的这么一个 或者是做假的这么一个建展 它的整个的工序过程是什么呢 呃 它整个烧烧过程呢 就是先试诱 试完诱之后呢 试完一层诱之后呢 快速烘干 呃 所以说呢 他对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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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流 啊 所把控的时间呢 是非常的精准 啊 呃 因此呢 就不存在呢 这个右手 呃 呃 呃 留得比较严重 啊 留到这个胎底了 啊 甚至沾到霞脖子上 啊 这种情况 啊 这种情况呢 就 呃 或者不能说百分百不存在吧 就是比较少 啊 大概是 啊 这么一个情况 呃 可能他是由于12小时就烧转了 啊 烧转之后呢 大家看这个猴啊 我们也称之为这个猴啊 这猴我们会发现呢 他没有那种 从 咱从那个 我从现场可以看到 他 那种荧光的感觉 啊 相对来说呢 要偏重一些 看见了吗 看了 我们看这个真的 这个土豪的 的感觉啊 是什么样的 啊 在他的这个呃快速的拿出这个呃这个气咬的过程当中 呃还有要工需是什么呢 啊 是拿这个水 快速的往啊这个碗里头一脚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会就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油啊 我们就可以理解成一锅油里面啊 倒了这么多水 他会怎么的 他会四处乱喷啊 喷上去的这种 斑点 大家看 喷到杯上这种斑点 从下往上喷 喷到杯的这种干点斑点 完了又往下流啊 他是一种形状 特殊的形状 喷上去的 而这个 这个老的这种这个 呃 这种这个豪呢 完全就不是那种状态 完全就不是这种状态 这种老的豪的他的这个整个石油过程呢 就是就是从口眼部分一点点一点点往下流的 所以说他没有这种从底下回崩到点上 由于角度不同 所以说他这个斑点就不一样 而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豪的斑点 你看哈 他这种都是流淌的 你就很顺的从上面一点点一点点 真正躺到底部的 这是一个一打眼睛的瞅上的区别 但是再高一点的高法能不能做到这点呢 也能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剑斩的气形 大家会觉得剑斩呢 或者叫斗笠斩 这个斩呢 是这个地方呢 角度 有点缓 到底呢 就是快速的手 一个直角 直接到底 其实不是这样的 正常我们扒掉了这个 扒掉了这个 外面地层右手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地方 真正的老的建战 在这个地方是有个沿的 古人的智慧是非常聪明的 由于他控制这个 控制油啊 温度啊 还有时间呢 把握的不会特别的精准 不像我们现在 所以说呢 他防止什么呢 他防止这个右手 从下往上 从上往下躺的时候呢 躺到这个位置呢 躺过了 躺过了就会 我说这种情况 粘虾脖 大家看这种 这个位置 看我看你 他躺的就是 过了 过了之后呢 这个是被打掉了 如果不被打掉的话 这个位置就会有个大 拔了 甚至有的会粘到这个 这个底足这个部分 或者粘到虾脖上 就这种状态就出现了 那古人智慧很聪明在这呢 就是实际上 这个剑斩 当我们把这个皮扒掉的时候 把这种皮扒掉的时候 就是右手扒掉的时候 我们只看他的胎 实际上 他这个形状 在这个部分 在修胎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小蔓延的 这个蔓延就是为了阻挡 这个右手快速的往下躺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缓一下的 给这个 给这个 摇温 控制的不够精准 一个缓解的时间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 在这个位置啊 踩一下的会 右手会非常厚 肥厚 看不看见 我们看见了吧 这右手会非常肥厚 而这个 这种 气烧的 或者电烧的 到这个位置时候呢 基本上就 大家看着了 就是没有那种流淌的 那种感觉 堆积的感觉 没有 这是 我们 我接下来跟大家说的 小窍门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这一点 我先跟大家讲这个道理 一个真正的老的 这么一个建展 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因为时间比较长 右手从这 从上往下流流流流流 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温度已经开始有点慢干了 温度已经慢干了 所以说呢 他这个外面的右手已经黏 比相对来说比较粘稠了 他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由于这个地方修了一小漫延 他会出现一个横向流淌纹 就是这个 这层外面的右手 流到这的 而且呢 还比较粘稠了 就会怎么的 横的流 出现这种状态 这个大家应该 这种物理现象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 是不是 而这种塑成的这种 或者是说这种伪造的这种建展 是没有这种状态的 我们看一下他到这边呢 他就快速的怎么着 干了 绷皮了 出现这种状态 我这由于晚上光线不太好 而我们再看一下老的 我们看一下的啊 光线有点差了一点 但是我们依然能看 我找一个比较清晰地方 当流向这个位置的时候 当右手你看 从上往下流 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位置机右了 他有点风干了 所以说他横向流淌 就会出现明显的横向流淌纹 他是围绕着这个胎底的这个位置 绷皮的部分 他横向流淌 知道了吗 这就是一个小绝招 来 我们再看这个 这也是一个老的 我们找到他那个啊 有横向流淌纹的地方 基本上都有啊 只不过我想找最明显的地方 这一圈都有 他这个地方非常厚 我看 非常厚 而这个 当这个右手 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他就会出现横向流淌 而房品是没有的 大家基本上可以通过我这一招 排除市面上80% 甚至90的房品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手里拥有建展的朋友 你可以拿着你的建展 去看一看 是否符合 我刚才说的小窍门的这个特征 如果你连这个特征都不符合 基本上你的长片就可以pass掉了 就这么简单 谢谢大家